第四題的部分呢 他在問的是我們陸地到底哪時候呢 有生物 所以他說生物從哪裡 從大海跑到了陸地 先解決這個題目 我們再看看其他選項 這個問題是 我們陸地要能夠有生命 是因為要有保護城 而那個保護城呢 基本上就是要保護我們 免受於太陽公公的紫外光 直接照射 所以陸地要有了臭氧形成 臭氧層形成 有臭氧但是要能夠變一層 參或吸收大部分的紫外光 那你就要去想 那我們的大海如何一開始能夠有保護 因為大海裡面有的最多的叫做損 水就能夠吸收太陽公公的各種波段 所以呢 不是海水的表面有生物 底部的也有生命 只是表面的話呢 你說太陽公公會照 但是呢海水已經保護了它 所以呢生命從海 開始到目的 開始到目的 那這裡又有另外一個問題呢 有時候他會問你更基本的 你要知道 就如同臭氧層層 在哪裡 在20-25km的高度 在高度如何呢 該高度呢 是臭氧溶度比較高 所以集中在該位置才是臭氧層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的話呢 你要知道的是 臭氧層 在該位置屬於 平流層的一部分 屬於平流層的一部分 意思也就說大氣的分層 由地表到高空 依序 對流 平流 中氣 還有真溫層 依照隨著高度的變化 以前就畫了這樣的一張圖 橫軸是溫度 重軸是高度 然後就說隨著高度的變化 溫度在下降上升 下降上升 而分了 對流 平流 中氣 增溫 這個題目問的 臭氧層 就是屬於 在 不能畫 因為畫太小了 就是屬於在 我們的 平流層裡面的局部 局部 另外這裡的第四點 增溫層提醒的是 它那裡會吸收太陽光光的能量的短波 所以呢 那裡的話呢 我們常常說會有一些的 氣體發生的游靈現象 也就吸收太陽的短波 所以老實說 這裡吸收了紫外光 這裡 臭氧吸收的紫外光 比它更短的波呢 還有S射線 Gamma射線等 事實上是增溫層吸收 才造就那裡 氣體游靈化 意思 不是只有我們的 all three layers 臭氧層在保護 我們的增溫層也在保護 另外這裡多了一個 中選項 你們也看過了 依照大氣不同的性質 有不同的分法 剛才講的對流平流中氣增溫 我們是依照水的高度的變化 溫度的改變 另外一種分法叫做 電離層跟非電離層 也就是去看大氣到底吸收了太陽的能量 有你的狀態 所以我們所熟悉的對流跟平流 老實說是屬於非電離層 如果腦袋沒有記錯的話 中氣層跟增溫層 就是游靈化比較嚴重 是屬於電離層 所以依照我們的大氣 不同的屬性 有不同的分場 還是回到這一個題目 陸地怎麼了 有歐山保護 所以得以在這裡生活